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 由我們這個電影有毒的張偉雄 我們這次是一百四十七集 移請我們錄音的時間是中秋佳節 先吃餅餅 還有很應節 我想各位聽眾朋友 如果你們聽的時候應該是最月之後的一天 我們就跟大家說這個中秋節的一個特別的題目 其實大家都提到了 這一部最近也有公映的叫做Good Time 但是中文就叫做 命中有罪 其實好像很多人都說 但我覺得現在相當不錯 而且我看完這一部之後 又有幾部 都覺得近期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包括我選擇這個題目 我想你也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是中文名最後一個字 《罪》的字 何解呢 我們今天選擇的幾部電影 或者是我們的主題 就是講一些罪犯 不過很有趣 不是由傳統犯罪片的角度 而反而是一個普通人 很難說的 或者你和我都會犯罪 他叫做Good Time 他叫做Good Time 我覺得他相當有意思 但是最近也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有很多那些 就是說你會不明究竟 不明所以的一些罪行出現 好像剛剛之前 就有一宗這樣的事件 其實很震驚 這宗事件 就是拉斯維加斯的槍擊事件 剛剛是幾天前發生的事 除了這個之外 張惠雄也馬上說 也要交換這個 同一天 就有 卡塔隆尼亞獨立的投票日 那兩件事都是 基本上是一種集體意識 裡面衍生的一些問題 因為這個時候 大家都很擔心 會不會有一些恐襲事件 就會出現 就是大家 所有的國家都很緊 也有很多措施 一些人都覺得古古怪怪的措施 但是 一個發生 這個 насколько大家都很惡言 就是一個人的恐襲事件 這個感到現在都在尋找 因為現在在發生的事件 大家都拍滿 historical 大家都很震驚之餘 那時候最重要的就是 那些動機 究竟 sauces 怎麼樣來 大家也會不會知道 而且大家都覺得這個人以他平時的行為和即時的說出來 其實他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和很正常的市民 有很多這些事情 何解突然之間會有這樣的事情出現呢? 另外這個也是很奇怪的 你覺得這件事是否奇怪呢? 我們提出了個人暴力行為的爆發 究竟原因是什麼呢? 也在說一些政權角力的矛盾 而造成的壓迫 這就是加特朗尼亞的 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幾天俄羅斯的軍隊 空襲敘利亞和伊拉克 炸死了很多他們所說的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 即是在政權那裡 政府裏面有一些突然令到你很詫異 為何他會有一種這樣的行動 而且他又是一個叫做政府 即是用一個叫做大政權的身份 但他做出來的一些行動 令到人們覺得 今時今日這個時間 這個時代不是已經進步了 大家有理智來做一件事 何解? 譬如這件事 很多市民都會覺得 我們要做一個公平的投票 那個投票 而且也不是很著實的 是群眾的意思 即是想做一個這樣的調查 也出現了一些干預 這件事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時刻 所以你會發覺 我們看完電影 有很多電影 一會兒陸續跟大家介紹 其實是非常之多的 你裏面就找到一種這樣的線索 令到我們顯示到這個題目 我們每逢第一節 多數都是講一個叫做投淡湯 我一講的時候 我選了這個節目 張惠豪 這部電影 你以為已經做了 當然還沒做 我和你也有看過 你沒有看過這個畫 我入場之前是毫無認識的 我也知道 你是剛剛叫做放棗 所以你只會去看 你看完之後 我便覺得 個人交給你講 因為第一支角 基本上是一個很出色的日本漫畫 他改編了做電影 即是他有廣播劇 也有短片的電視劇 這是電視劇 不是電影的男主角 張相當之受歡迎 這個不是 這個是其中一個 不是主角 我認不到 你經常想念 這是奸田將暉 當然 這個是剛剛最近 你如果有看上星期的那套 放煙花 煙花 男主角 的聲音 你當然最記得就是 這個 還有這個 奶鞋的主角 如果叫我說這部電影 你用頭淡湯的形式來講就可以了 因為我可以遲些 都可以再反鬥 在這部正式公認的時候 不如說我看電影的感受 好 我進去不知道是什麼電影 初段 就覺得 為何這些東西這麼靜盧 就是說男主角 那個所謂 還有他又很鬧劇的形式 對 其實鬧劇 通常建立鬧劇的規模的時候 其實是最悶的 我就是覺得 看那一段 就是為何 因為他的背景 就是說 他們的父親 只要在這間 中學 這間名校裡面 名南校裡面 做到學生會背獎 幾乎如無意外 都會在政壇上直升機 是 他們的父親 都是在這種情況 鬥過一次 現在就到兒子那一代了 第一 其實是 很喜歡音樂 本身喜歡彈歌 本身不知為何 我不爆竅 不爆竅 總之他遇到意外之後 他就情聖大變 突然間就是想 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做學生會會長 未來就會做一個 整個故事 就是進去年一 幫別人 選學生會會會長 而 開始整個故事 是 我看完這部電影 看完這部電影 觀眾不肯離場 是 反應相反正 後面兩個男生在討論 哪一段戲沒有了 哪一段戲沒有了 左邊兩個女生在 很開心 很開心 還有拍手掌 當然我感受到這部電影是成功的 成功很多事情 因為我看到後段 真的很好看 首先他的架構當然是漫畫 情節一步一步來 不過他一步一步來 他慢慢說了最基本的事情 就是政治和人性的關係 還有他這個做人 我覺得很值得講話 大家一看 他是青春政治的遇行錄 你會看到 其實在香港踏入了特區時期 你會發現整個社會都180度轉變 很多年輕人都關心整個社會 亦都衍生很想投身一個政治 想發揮自己的能力 這件事基本上是一種證行 但是這部電影 他說了很多時候 你青春的時刻 就有很多 未必是你自己的設計 但是有人擺了一些陷阱 讓你踩進去 包括這裡就說這間學校 因為這間學校 這間學校 就是一間很大型的學校 專訓練政治人才 不過政治人才 就是他們已經定了 不惹為之政治家 那樣的事情 所以他裡面的學生會 就很好看了 你會看到他的政治鬥爭 就是說 在你入社會的舞台 政治舞台之前 他裡面的學校 這個政治舞台 都相當之激烈 而且我覺得他那個選角 就無論 第一是青春 而且又有型 男女主角也好 連那個最好樣子 最自然的那個 你竟然不認得他 他那個就是 他就是我們的代表 即是說 他是正常那個 沒什麼錢 他都想著自己 怎麼會做到一個政治家 那個 還有一件事 他這樣的造型 這樣的演員去做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 原著裡面的那些 那些攝影機 那些 同志的東西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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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演員 眼角一做 全場在那裡笑 據個人之外 其實很多人都說 政治和性 都很接近 你可以在裡面 講到很多 裡面的相關 尤其是政治裡面的性關係 很多時候都是嘻嘻嘻嘻 他玩得很好 我覺得是 他玩得順利的時候 這個 嘻嘻嘻嘻 你看到那裡 是很過癮的 因為我最初那時候 都覺得 你怎麼搞得 像那些 那些 漫畫 這部不是 但我覺得 如果是香港看 我想內地也不會做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開場 就已經說 其實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用 這麼多毛澤東的 那些 那些 毛語錄的 那些 即原本的漫畫 但是這個 你會看到 他是一個關鍵 而且他也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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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會的 那支旗 由原本的 那個很純正的 日本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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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看到 他 今時今日 這個電影版 這樣拍出來 就把整個故事 就不單止 叫做日本化了 因為他也想著 這個 如果給外國的朋友 去看的時候 他也看到 原來他這個 其實基本上 有一種 社會的題材 很多年輕人 其實他都很關心 社會 很關心政治 但是有些 可能他其實 當作一種 叫做 未來事業 來看 這個就是 這幾個主角的 那個世界 那他 如果當作是 一種事業 來看的時候 政治 你又怎麼走 他就用了一個 很幽默 很漫畫的手法 不過 那個劫尾 我覺得就厲害了 劫尾是高招的 那當然不爆 因為我們頭淡湯 就是講一個關鍵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我們的 這個頭淡湯呢 因為這次應該叫做 命中有罪如行錄 就是好了 是 何解呢 都爆一點點 我想你也抓到 就是說 當一個人 去到一個位置 做了一個決定 你就不同了你以前 這個當然是一個 是 基本上是一個 犯罪的決定 是 而且我覺得 這部電影 你可以當面看的 他不是很 除了他 漫畫化 有時候 可能是胡鬧搞笑 或者有人 看不起人 但是我覺得 他是處理得很好 你會看到 日本的鬧劇風格 他這個控制得很好 第二 我很喜歡一班演員 每個人都做得很好 尤其是男主角 你記得那個 還有 根本沒有什麼 不是很出聲 那個大 基本上是他那個學長 後來變成那個學長 那兩個 我覺得都做得很好看的 一個是那些 長髮披肩 帥仔 有型的 直到那些 X-Japan的 那種風格 另一個 真的很高智 那個造型 幾個角色都很突出 而且演得很好 不過我覺得最好 就是這個導演 他這次拍攝的時候 他把整個故事 想得很透徹 整理了之後 他把這個故事 升級到一個 叫做政治問題電影 而且他裡面也說 接著我們 在這個題目也說的 《愚行錄》 或者《明中有罪》裡面所說的 就是 有很多時候 我們的成長 不知不覺 就有一些雜性 有一些意識 你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你就被洗了腦 變成了 就是一個社會的木偶 究竟那樣東西 有時候 你知道的 又有些什麼呢 你不知道的 又是怎樣的呢 你會發覺最近這些戲 厲害的 他們就是 利用戲劇 就把這種反應出來 即是說 你的愚行 是不是你自己天生 還是 後來人家給你的呢 這個就是最過癮 是這樣的 所以 頭淡湯當然是選擇他 第一之覺 應該如無意外 就差不多 這一兩個禮拜都會做的了 我覺得 如果那個 如果那個反應 都好 這個可以再翻兜 因為 他說的那個 那個 就是碰到 又有那個政治 又有文化 你剛才也問 喂 你說愚行錄 你說不說血色羅馬 或者其實我也覺得 維多利亞女王 還有日不禄的成員那個 其實他都已經說了 就是說 裡面 很多時候 歷史裡面 都有很多 有一幫人 是愚行的 這個 我覺得可以一起說 所以這一部 大家記住 這一部 我們 今次的頭淡湯 特別推薦的 叫什麼名字 張偉雄 我們要讀得清楚一點 是第一之國 第一是皇帝的大 一 是一 就是男主角的角色名 男主角的名字 不是第一之國 因為我說的是第一之國 你說 第一第一 這樣 這個就是習以為常 音有點不同 不過現在 很多時候 真的是這樣的 這個是現實的 我們會習慣 你一說第一 這個是名字 你會說 我認識一個人 叫做張第一 你一說第一 我就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你不知道 第一 不就是一聽 你說第一 一定會這樣的 這個 基本上 在愚行錄 或者 接著很多戲 他都在說這些 就是跟這些有關 我們下一節 回來 跟大家再說 這個 叫做 命中有罪 愚行錄